吃法 今天跟大家介紹了 一個是這個螃蟹粉絲包 另外一個就是軟殼蟹 酥炸軟殼蟹 螃蟹粉絲包 其實今天蔡姐幫我們做湯的 事實上之前我們在節目裡面 有教過鮮蝦粉絲包是收汁 收乾的 所以我們螃蟹也可以收汁嗎 那收汁就是讓它一直滾到 是 然後你就是湯不要放那麼多 不要放這麼多 今天我相信這個湯一定非常非常好喝 因為蔡姐是用這個很多的食材 還去熬出來的對不對 一定很營養 但是我要先給大家看看這一個 哇 好肥喔 太肥了吧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個螃蟹 它的爪子也太肥大了吧 對 不好意思喔 你看這個蟹是真的很新鮮 而且它的殼很硬 營養價值很高 也太好吃了吧 天啊 整個那個肉啊 感覺很像就是三分熟 人家說牛排吃三分熟五分熟就好吃 我覺得蟹肉也是有那種三分熟五分熟 海鮮真的不要蒸得太過老 對 這樣鮮甜是最好的 真的 因為它就是很鮮嫩 然後其實你這樣吃進去幾乎都不用咀嚼 它就可以吞下去了 很像那種熬成粥的感覺 對 好滑溜喔 然後我一定要喝喝看這個湯 因為是菜姐用好多食材下去熬的 對 其實這個就是高湯 然後配合這個蟹的美味 很多食材的精華在裡面 對 非常甜 這個湯很甜 對 而且是不加味精對不對 沒有 完全沒有味精 真的 對 那粉絲一定也很棒了 對 因為它吸收了很多湯 對 而且我今天挑的是寬的粉絲 那你如果細的粉絲的話 它煮的時間就更短 幾乎放下去滾了之後就可以起鍋了 好好吃喔 對 寬的粉絲它比較有口感 比較Q嫩 好好吃喔 因為真的很Q 對 它雖然說很Q 可是其實你咀嚼起來還是很好咀嚼 而且因為寬就像菜姐剛剛說的 它把那個湯汁都吸在裡面了 吸收 對 然後就感覺很像吃那種 像我們常常吃水晶角有沒有 水晶角的好吃 就是因為泥角下去裡面有那個汁 然後它讓那個水晶角的外皮 就很晶瑩剔透又很滑口的感覺 對 而且我今天就是軟殼蟹 因為它是炸的 所以我就配一點粉絲帶湯 這樣吃起來就非常的爽口 對 而且其實我們今天還沒有告訴大家說 像我們現在是把這個粉絲包盛出來了 是 如果你不盛出來的話 像我們常常在節目裡面 直接放外鍋保溫 是 家人回到家的時候 對 現在入秋涼了 還是可以喝到那種就是 非常鮮甜的湯汁對不對 好棒 好幸福喔 而且今天又做了 又學會做很棒的塔塔醬 這個塔塔醬真的要再度跟大家推薦 是本人我為大家做的 而且我們今天是沾軟殼蟹 但是其實你如果用這個餅乾啦 對 餅乾 魚排都非常適合 對 魚排真的也很棒 然後像我們常常吃就是一些炸雞啦 或者是那個豬腳香腸切片的那一種 像青山也非常非常棒 好 今天交給大家蟹料理 希望秋天吃蟹你可以多一種選擇 那當然如果今天的整個節目程序 你沒有看清楚的話也沒有關係 像我們的官方部落殼 我們師譜都放在上面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照著我們的步驟 好好把這些料理學起來 讓秋天吃蟹不再是餐廳的專利 到自己家 在自己家的這個廚房 自己家的餐廳裡面也可以享受蟹味 對 省錢又健康 真的 今天再次謝謝蔡姐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